科系聊什麼? 哈囉,大家好,我是倩珊 最近學測的成績要出來了 應該是上片日當天,學測成績會出來 如果我剪片順利的話 然後很多人都跟我敲網說 想要看看對於學測的建議 學測應該如何填志願什麼的 那其實我之前有拍過一部片就是 如何填選志願 那我覺得這次還是可以參考一下那一片 可以過去看看如何填選志願的影片 但是呢,今天主要還是Focus在學測 但是我本人 畢業有點久 又不是學測上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找多數人的意見 一起來聽聽所有的過來人他們是怎麼分析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了 台大 我們今天來到了台大 但是今天還沒有開學 因為肺炎的關係 所以遲遲還沒有開學 但是因為學測成績馬上就要出來了 唯有不得不出來 今天又是一個寒流day 所以請大家多多見諒啦 今天可能找了一些人 可能不是台大師人 但是他們都還是可以給我們很棒的建議的 對於學測成績出來 可能有一些人是覺得很滿意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覺得算了我還是指考 到底該不該指考呢? 學測又應該怎麼準備備審? 那在準備學測的備審當中呢 中間的過程又該不該準備指考 那面對指考呢 壓力很大的時候又應該要怎麼調適自己的心情 那以上這些呢 希望我們今天可以找到很多的學長姐來跟我們分享看看 當年的他是怎麼處理這些 對於宜南雜政的 那麼GO班 同學妳好 妳們是什麼科系的? 電機學 理工科 對 理工科 妳們好 那我想要問妳們當初是學測上的還是指考上的 呃 我是學測 我是指考上的 哇太好了 一人一個範例 好那我來問問看學測好了 就妳當初是學測成績出來之後 妳就覺得哇 等一下台大電機欸 好像沒什麼 就是成績很高的意思 所以妳當初就是 呃 一放出來的時候就知道說 我就是學測 我就是要考上 對 那妳除了電機以外 妳還有填什麼科系嗎? 就全部都填電機 哦 所以妳是真的對電機很有興趣 也沒有 其實那時候就覺得 一定要台大電機所以 就是 也沒考慮其他 對 好厲害 知道自己要開始準備備身之後 妳是怎麼去準備那些備身的 我覺得一考完就要準備了欸 考完就準備了 對 現在是成績出來所以已經來不及了 放棄吧 沒有 成績出來有點慢 就是考完 考完就可以準備了啊 可是妳哪有知道妳會不會上 哦考完就可以對答案 哦 也是也是 對就知道了 那妳是怎麼準備備備身的 妳就會覺得俏在什麼 備身我覺得做簡潔一點就好 就是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可能要做很厚 可是其實 我覺得教授沒有什麼時間看 所以就是 做很簡潔然後 盡量讓自己的優勢可以 很快的被看到 就是妳要 假設她可能只有一分鐘看這一份 所以 我覺得簡潔然後 清楚的呈現妳的優勢就好了 嗯 但妳說妳是奠機性 那我想要問就是 對一個高中生來說 她要怎麼去發掘說 哪些是她的優勢 我覺得妳有 如果有做過一些跟 理工相關的 有參觀過比賽或是研究 之類的 這些都算是 而且我覺得 她不只是會看妳 學業上的表現 可能妳 在社團當過一些領導人之類 辦過一些活動 這些能力也都還蠻重要的 很多高中生都會去參加一些大學的 營隊 在備審當中這個是有用的嗎 我覺得它可以幫助妳 比較了解那個科系 然後 這樣子妳在寫妳的動機 或是讀書計畫的時候 會比較有說服力 指考上的 那妳當初是 學車曾經出來之後就決定 啊不行了 放棄 對 真的喔 因為考的比較差 決定準備指考之後 你會面臨到很多問題 像是 學測生很快就去玩了 然後 你的心理壓力 還有甚至是 指考快到的時候 你會懷疑自己辦不辦得到 會不會考得比學測還差 那我在浪費什麼時間 就是這些 那妳有什麼就是經驗談嗎 就是要勇敢 要 要一直以來 要 都要一直相信自己 需要找到同伴 找到同伴 就是需要找到 欸就是大家都要 一起努力同伴 這樣會真的比較好 如果自己個人考的話 其實會蠻 孤單的 蠻孤單的 那有些人可能他的志向 並不是這麼的明確 或這麼的有動力 他反而是會覺得 天啊我還要努力半年 好辛苦喔 他會不知道這半年值不值得 你覺得這半年是值得的嗎 對我來說蠻值得的啊 有什麼話想要對現在的高三神們說 只是他們現在可能有些人 正在為他的分數感到難過 可以勇敢的考直考 因為其實真的 我聽到大部分人都是會考得更好 對 如果是 就是如果有一直以來都很努力的繼續念的話 應該是會更好 我覺得就是不要 不要將就 如果覺得現在目前的車停到了 你可能覺得不是自己那麼喜歡 那我覺得就要再多努力 花一小小段時間去追求你的夢想嘛 因為我覺得這一小小段時間 可能會讓你人生差非常非常多 哈囉大家 謝謝你們對欠商頻道的支持 然後今天其實是一個很冷的寒流天 然後我穿的有點少 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可以 可以 可以給大家更多的幫助 但在這之前呢 請大家幫我多多訂閱好嗎 你們的訂閱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謝謝你們 趕快訂閱 3 2 1 GO 這地理系是文組是嗎 是理學院 喔我忘記念了 是理學院喔 可是 你成功了 對你成功能入喔 好 那我想要問你們 因為學測應該快放了 我想問你們當初是學測上來還是指考上來 指考 我是學測 那我想要問問看就是你當初是怎麼準備學測 就是現在成績出來的 你是怎麼填你的職員 高中有些會有學章節的資料 那我們去看去參考 然後還有一些模擬面試 然後就是做 然後就再來面試 就是這樣 那你覺得就是從頭到來就是可能被審到面試到上了 這中間有哪些就是心路歷程 或是覺得特別 比較特別的要跟學弟妹分享的 喔我 我是覺得還是要準備指考 就是 因為台大5月2號還放房 就很滿意 那時候再準備就來不及了 就是我當初是直接就 就一直準備指考 之後5月2號之後就 欸 居然上了 同學你好你是什麼科系的 我讀數學系 那我想問你當初是學測上的還是指考上的 我是學測 學測上的 所以你是有準備備審資料啊 然後有推增之類的 這條路這樣 沒有欸 數學系就是考試 喔真的喔 對去面試然後考試 想要請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有高中生也是想要填數學系的話 你覺得他的背審 或是他的第二階段應該要怎麼準備 多寫利益界吧 多寫利益界吧 就是他們會有那種 學校的那種 考試 嗯 或者是去寫什麼奧林匹亞的 偶爾會 賽到 嗨同學你們好 你們是什麼科系的 我是物理系 欸 我也有物理系欸 真的嗎 對但我不是太大 我也那麼厲害 好那我想問你們之前是 學測上的還是指考上的 我是指考的 嗯 因為現在學測成績出來了 那你們當年成績出來的時候 是直接就決定說 算了我要指考是嗎 對啊對啊 所以你們沒有準備墨背審之類的 沒有 想問你們你們覺得 就是可能現在有一些高中生 他會覺得 啊好辛苦我不想要拼那半年 那我現在有一個什麼什麼科系 就算不是我超想要的 但我還可以接受啊 你覺得這種心態是OK的嗎 嗯 其實身邊很多這種人啊 就是 也是看個人特質啊 我覺得 像我就是 沒辦法接受 我的程度可以在上面一點的學校 可是 我就填低一點的學校 這樣滿足自己 不過其實身邊有蠻多這種人 是 沒關係我就 這半年我就可以輕鬆一點 那我就 填幾個我可以接受的學校這樣子 那你覺得就是多努力這半年是值得的嗎 當然啊 當然啊 因為我現在二十歲了 我大概是我二十年來 最努力認真讀書的這半年了 這半年了 對 同學你好 請問你是什麼科系的 我是法律系的 法律系 是 那我想要問你們就是 因為最近那個學測成績剛出來 想問你當初是學測上的還是指考上的 欸我是指考的 喔指考 那你當初學測成績一出來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的想法好像是 我就直接去考指考 哈哈 那你有填學測的志願嗎 你還是有丟一次 有有有 我有填志願 那你那時候是填那種很夢幻的 還是覺得有可能會上 呃 我很像填 我想一下 我很像填很夢幻 因為我想說我就不會上了 喔 對對對 我沒有打算學測要靠上 對 真的好冷 對 那我想要偷問一下 雖然你不是學測上 但如果是法律系在準備備審的話 你絕對應該要怎麼準備 法律系的話我聽說啦 聽說好像備審資料就還好 主要是你教授問你的 面試 對面試是比較重要 就是你的反應力 還有你對時事的了解 還有你的想法 跟教授的想法有沒有切合這樣子 這也太難了吧 對 教授的想法誰知道 對 你當初是指考的嘛 所以那但是指考的時候 會面臨到幾個問題 像是到後期會越來越慌張跟焦慮 就會覺得我會不會考的比學測更差 那我多努力這半年有什麼用 我會不會根本就考不上 那你當初是怎麼調適這些心情 我好像是按部就班的念書 那有些人也會去CASU中心之類的 或是補習班 那這些都是可以讓你更專注 就是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 你要有自己的目標 然後知道自己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要知道自己這些努力絕對不會白費 要相信自己 是沒錯但是我覺得尤其就是因為有目標 我今天就是想念台大法律 所以我好擔心我只考考了我還是考不上 你就是這種感覺 對 那你給他們一點安慰 要怎麼給他們一點安慰嗎 相信自己吧 對啊如果你都不相信自己的話 就沒有人贏 欸你當然沒辦法達到這個目標 然後 如果你們自己都不相信可以考到台大法律系的話 那也沒有人會幫你了 那最後想要請你給現在的高三省 他們可能現在收到成績 然後非常的欲阻 或是非常的滿意 給他們一點安慰跟加油打氣 辛苦你們這半年的努力還有付出 那不管成績是好還是壞 那只要你相信自己 然後願意朝自己的目標邁進的話 你都有可能 也有 嗯 也有一定的機會 我不能說一定嘛 一定的機會 達到你心中所想的 對 理想最後一學校 對 相信自己 嗯 對 規矣 無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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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